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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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祝英达老师 对不对 我祝英达老师 永远年轻 我再祝英达老师 骨瘦如柴 我再祝英达老师 回家不用跪搓一板 不是 我这美好的愿 大喜的日子 你说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跪我搓一板 您不是老跟舅妈打架吗 打架我也不跪搓一板 是吧 贵方便便 但是我告诉您 吵架您会哄老头吗 这个我 这个一般都啥哄我 真假的 我全都不是特别会哄老头 大家看看膝盖就知道 全是杆结的 你知道吗 都跪出来的 我跟你说 英达老师 最近我跟你说 有一首歌绝对能够抚慰人心 而且只要你吵架 唱这个歌 肯定就和好了 专门哄老的歌 我专门哄老头的歌 你唱了我 这歌是这么唱的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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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那么大的一个笨蛋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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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那么的傻 这个 这个 这个专门给你写的吧 哎 怎么给我写的 杜沁一之歌 不是 是我是一个笨蛋 谁 就你确实是 不是 你是一个笨蛋 谁呀 咱不说了 这个 咱笨蛋的事不说了 因为这个歌确实能抚慰人心 而且唱歌的人 厉害了 什么呀 感情特别好 每一首歌都传唱至全世界 被称为神曲之父之母 神曲是吧 嗯 这我知道不 就是 龚琳娜 是吧 对 和她那老公叫 老罗 呦 这来了是不是 掌声欢迎 龚琳娜 老罗 龚琳娜老罗 中国新艺术音乐创始人 和奠基人 2010年曾以一首神曲《忐忑》 风靡全中国 2013年 他们的新作《法海你不懂爱》 《金箍棒》和《爱上大笨蛋》等歌曲 又一次引发广泛的关注与评论 今天龚琳娜老罗夫妇 嫁琳天生一对现场 他们遭遇到了怎样的突发状况 哇 这老罗我好爱你啊你 这个这位是 哎呀不认识的 你给我签个名吧 节目现场他们会分享怎样的夫妻相处绝招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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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那么大的一个笨蛋 为什么他们那么傻 作为一个外来和尚 老罗与主持人英达PK包饺子 究竟胜负如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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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下面是老鼠脚 下面这些呢 靠子样 精彩内容尽在本期天生一对 欢迎二位 欢迎 再次光临我们的节目 哎呀上次来了之后啊 嗯 那个收视率那高啊 真的啊 是 你没觉得啊 就因为看了我们节目 然后他们就推荐你上春晚啊 或真的呀 那不然哪知道他清楚 从你们给推荐你 你说观众爱看我们看啥呀 看你们的神曲 哎我先问问你们这个神曲 刚才他说是怎么着是 专门这个打架以后哄老头用的 有这事吗 是 嗯 我们就是发现了有这个作用 啊 发现有这个作用 写的之前我没这样想 但写以后就发现了 如果我就这样唱的 我面对他这样唱 他就马上就笑了 一下结果就 就烟消云散了 我确实是这首歌已经 已经写完以后啊 有好几年了 然后 你直说一直被吵架 有一套我吵架了 确实吵架了 然后我特别生气 然后我就去洗手间刷牙嘛 晚上睡觉之前特别生气 你是因为睡觉之前刷牙 还是一吵架 睡觉之前 对那是晚上了嘛 然后我记得那天 我在那刷牙 我特别生气刷牙 然后正好有镜子嘛 然后他棒把门一推开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是那么大的一个笨蛋 然后他这样一唱 虽然这个歌我知道哈 但是 你那分钟看着他 我在那刷牙 然后他那么傻 那一样 马上 对不吃就笑了 牙膏全都喷在镜里 哈哈哈 过题微笑了就 对 为什么 你们那次为什么吵架 哎 你们通常都为什么吵架 两天前吧 对 有过一次 长谈 长谈就算吵架了 对啊 遇到问题了就要谈嘛 就是我们俩不会打架呀什么的 怎么会不会呢 就是争执 争执 争执 那个争执以后争执执 是不是声音会高起来 音量会大起来 你这个不是他 你这是西北角啊 你这个 有时候我觉得女人那样挺烦的 是是是真的 女人 挺 那都是男人逼的呀 但是真的你知道吗 我觉得越是那个时候 越要相反 女人越应该放下声音 温柔的 慢慢说 她都藏小金库了 我还得温柔着 怎么办 那那天我们我想 就是我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星期以前嘛 然后我下飞机 我是一个人去旅行了去德国 然后她来机场接我 我就推车出来的时候 她那天大早六点钟的飞机到嘛 然后她穿得很漂亮 在门口就是在那个门口接我呢 然后结果我没看到她 然后我很失望 我就我就往前冲 找不着她 然后呢 我就坐那个电梯下去了 然后过一会儿她找不着我 她要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俩就在电梯那绕啊 说你在几号我在几号老找不着 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找不着 终于找着了吧 肯定很自然就会 就会有点怪 就怎么不好好的那个 在那等我呀 怎么不站在那等我 我也说哎呀我刚到 怎么就怪我呀 我觉得哈就我们那天 你还记得吗 就一点点这样的事情 是 你说 我说 我们大部分的要交交的事 都不是什么大的事 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知道 你必须要了开这样的事 但如果 如果我们俩之间 心里都有这样的隔膜的时候 其实就会不舒服嘛 就是你很多时候在一起 跟朋友见面啊 或者是做音乐 都会有一点别扭 所以我俩必须要打开 所以你们俩解决问题的 主要的是 是谈 交流 需要谈话 把这事完全给谈开了 这跟咱不一样 像咱们这要打架 必须得有一服软 这种 你们俩的家庭也是这样吗 他是 谁呀 他是旧老打架 经常会搓板 对 我不是这样 我刚才是挨这样 我就刚才说了 脸怎么会那么重啊 这老被砸的呢 砸着脸冲上了 那个 你觉得 你老婆 通常算是个温柔的人吗 或者在打架的时候 他还温柔吗 他还是挺挺温柔的人 说真话 真的 就算你们俩吵起来的时候 他从来也不厉害 他不太厉害 他不太厉害 他会也会 但是不是真的 他不是 声音会提高吗 眼睛会瞪 他嘴巴是最甜蜜的 他 他眼睛一定很厉害 他手一半 所以他包括在家里 他不像我 我不是经常夸他 但是我经常为他做事 然后他很少为我做事 真的 经常夸我 我嘴很甜 经常表扬他 他经常做事 所以我们这个方面 就是有一个别的平衡 可是我有个问题 您嘴很甜 经常表扬他 但是一般吵架 不都是男人服软 男人吼吗 哪有这个规定 当然了必须男人服软 要不我们怎么原谅你们 对不对 那我们都原谅你们 为什么不原谅我们 因为你们服软 你要跟我打架是不是 对吧 怎么着吧 为什么为什么 我是一个笨蛋 刚才说你 为什么他们那么傻 你不是傻 你跟我们讲一讲 你们德国男人 如果需要哄老婆 一般都是怎么哄 是每次吵架 一般都是男人服软 就像她说的那样 这样二舅 咱们现场演绎一下 好不好 比如说我这一疯狂粉丝 我就追老罗 特喜欢他 然后呢 这老婆吃醋了 看他怎么哄老婆 我看嘴甜不甜 你是特别想演这个 疯狂粉丝追他这段吧 对对对对 因为我也想找一外国老公 想不想 然后 然后 龚老师生气了 啊 那那那你们要不就来 好 我们来 嘉宾老罗遭遇疯狂粉丝 现场示爱 一旁娇气吃醋难耐 到底老罗会用怎样的甜言蜜语 哄得老婆的原谅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那我们现场演绎一下 好 开始 老罗 老罗 我好喜欢你啊 你好 你好 你什么时候来中国的 我好喜欢你的音乐作品 真的特别喜欢 你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嗯 啊 这个这位是 哎呀不认识 你给我签个名吧 好 等等我跟你说 我没化妆的我都不认识 你知道吧 哎你知道吗 你什么歌我都会唱 什么忐忑呀 这些 这样 要不你给我签个名吧 行不行 哎我跟你说 我妈特喜欢你 你要上你家吃饭去 我妈可喜欢你 老太太就想看着你 我一直没嫁出去 我妈特想跟你聊聊 走走上你家吃饭去 对吧 行 安静你 你不要 你放开我的手 你放开我的手 你放开 哎呀你把他手弄疼了 他不他不他不散手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把你的手弄疼了 老王啊 我回来 我回来 打一下110 成绩了 我买了风弄不进去 对不起 真的要接受给他的吗 对 亲爱的今天好奇怪 嗯 在外面有一个姑娘 她本来 我听说过她是组织人 节目组织人 嗯 她有 有点神经病 老罗她的就是拿着我的手 还 关键是 老罗关键是她漂亮不漂亮吧 她漂亮真的 身材也好 非常好 那你看了什么感觉啊 穿的也很漂亮 哦 对很美的 真的 嗯 那 那我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我比她 嗯 你比她 我绝不会把她跟你比 我 我看着她 我也挺像你呢 我 我 我真的 英达老师 嗯 其实这样的事发生过 真的假的 不是我 不是说粉丝啊 你什么时候跑去干过这事 不是啊 就是说她有一次也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party 那次我没去 然后她回来跟我说 她说哇 在那个party上有一个女人很性感 穿着那种丝袜 黑色的那种丝袜 很漂亮很性感 然后然后她就对我说 她说老婆你知道吗 当我看见性感漂亮的女人 我就更想你了 哎 这不是撒谎 这真的 这真的 后来我在后来我不小心就是查微博的时候 真的看见那个人有在微博里写说老老罗太好了 他对着我说他更想他老婆了 天哪 这段剪给我老公看 这个 而且我觉得啊 夫妻之间尤其是结婚长了 就是这个八年啊 七年之上的 就是说你天天看着会腻吗 那我觉得就是说 呃我现在也把注意力放在 就我怎么看他都看不腻 我老是看他 哎呀他怎么那么好看呢 怎么那么帅呢 越看越觉得好看 越看越觉得好看 天哪 我觉得你必须得刻意的引导自己 然后去欣赏你的另外一半 就是有个意识 对 英男老师在家老说 我瘦我瘦我特别瘦我特别瘦 他就越来越瘦了 这也是个意识 是吧 英男老师 哪有真实 但是以后我要试一试 告诉我老婆我英俊 我英俊我特别英俊 那个 看出来了 确实是慧虹老婆 而且有一种自我心理暗示的能力 太厉害了 那个我还听说呢 你不光是 光是会哄老婆 而且特别会哄老婆她妈 也就是你的丈母娘有这事吗 哎呦 中国的丈母娘可不好整 嗯 听说第一回就把你妈给气着了 对第一次她还没有跟我好 只是一个朋友 请朋友去家里吃饭 你妈为了 对 表现咱们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以后富起来了 做了一大桌子菜 我妈做菜也很好吃 嗯 然后呢就在电视上放了我的录像 所以老罗看来以后 他他 我就不喜欢 对 表达的我不喜欢这种功能 因为我希望这种另外的功能 他喜欢自然的我 他不喜欢那个电视上那样的 过去的传统唱法的那个 是 但是真的矛盾是后面来的 矛盾是来的 我们两个好的的时候 然后就是 我有点鼻子他独立的唱起来 不要依赖我 也不要依赖他妈妈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就是说 真正的矛盾开始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我妈妈跟我住在北京 然后呢 全部都是我妈妈打扫卫生 我妈妈给我做饭 呃 就是真的是一来伸手饭来张口 因为我妈妈觉得只要好好唱歌就可以 但是我认识他以后 嗯 他就发现我什么都不会做 然后他说 你确认什么都不会 他对啊 我什么都不做的 我觉得只有唱歌是重要的 我就是一个用功的人 就天天关在这个一个房间里唱歌唱歌唱歌 然后上舞台唱歌 我觉得别的所有的事都不重要 结果你就什么都不会干 我什么都不会 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拖地啊 就是说他看见了我这样拖地 他说你这是把一小块垃圾拖得到处都是垃圾 拖地不是应该这样吗 不是啊 对啊 你看你也不会干吧 你也暴露了 应该要往一个方向 他就教我 他说所有的你要看见这些灰 你要往一个方向 比如擦桌子 你要往一个方向擦 把所有的灰尘垃圾都擦到一个方向拿去 拖地 对 不是把它擀开 不是擀面一样把它擀开 是把它往一个方向拖 然后要起这个布 他就一点点的教我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这些都应该是一个中国妇女交给一个老外的事 怎么变成反过来 他在教你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一个不懂得生活的人怎么懂得唱歌呢 哦 对了 上纲上线的意思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告诉我妈妈 我说妈妈你回老家吧 回贵阳吧 你让我自己在北京 我自己给自己做饭 自己给自己 就是打扫卫生 我要开始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看看我行不行 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真正的 我妈妈那个时候 她觉得我不要她了 她觉得我可能交了新的朋友 然后不要她了 她有这种失落感吧 那你最后现在跟丈母娘关系好了吗 现在跟我们关系很好 那后来怎么好的呢 就是两年前我妈妈过生日那天 然后我们就请我妈妈到我们家来做客 其实我俩也没有刻意的策划 就是然后她来做客的时候 老罗就谈谈她的琴 我们就给妈妈唱歌 然后老罗做了馅儿饼 我妈我妈特别高兴 其实就好了 后来就越来越好 对啊 真好 我觉得她们俩特别难 不是 天生一对吗 对 天生一对 对 她们俩是最好的 你说这个人家会唱作 还会讨老婆欢心 她还会做饭 她们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 做做做做饭做饭 应答老师你会做饭吗 对 我 对啊 后面面才做饭 反正我已经不给她插的外部 她不会做中饭 对啊 真的吗 真的吗 老罗 她做的也是德国饭 西餐吧 对吧 哎呀 老罗的包子啊 饺子啊 馅儿饼啊 可包的真是好 我不会 这些我都不会 她会包饺子跟包子 对啊 你说那饺子 是不是你们 德国的饺子 我听到你们德国饺子 是这样的 也叫dampling 就是拿那个面和土豆 和成一块 然后煮一锅开水 然后就一个球 扔里边了 那是丸子吧 那是土豆丸子 这种土豆丸子 这种土豆丸子就叫dampling 你吃做那个吧 我没听说过这样德国的面 哇 你都没吃过多多长 不是利亚 我们有我们也有多多丸子 但是是不一样的做法 特别复杂 做完里面就这 哦 不是那么简单做的 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的饺子 太复杂了 但是我们对 干嘛二十六 你你你撸袖子干嘛 你帮我 我反正跟他比识比识 真的假的 真的 你行不行啊 是不行 他不是更不行 掌声欢迎 看两个都不太行的人怎么包饺子 二舅 但是我不得不跟你说啊 你说包饺子要输给一外国人 咱这脸搁哪啊 你搁馅里都不行 没人吃着了 要不你来 我我更不行了 只能派您丢脸 你来 您脸比我大呀 哈哈哈哈 挺身一对包饺子争霸赛 即将名罗开战 因为是号称吃变天下无敌手的 著名节目中之人英达 另一位是宣称自己无所不能的 神识之父老罗 他们两位到底谁才是 名副其实的饺子王呢 我们拭目以待 各位先生 我的乡亲们 我是裁判 接下来是我们天生一队的 包饺子大饭 站在我右手边的是 来自德国的罗罗 好 站在我左手边呢 是来自中国的大呦 人家外国是要把这个名字放后面 名字放前面 这不是在中国的吗 哦用大呦 好 才有大呦 哈哈哈 接下来呢 两个人要在两分钟之内 开始包饺子 看谁包的多 然后馅儿大还不露馅儿 那对方就获胜了啊 你们俩你干嘛呢 我稍微活动 我热一下身 那这样 你有没有比赛宣言 我 没有什么去抛个脚什么的 肯定赢外国人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老罗有没有比赛宣言 胜之不已 没有我就觉得 这个棉不是自己活的 就是这个也没有把握 你有把握 你还会干啪啊 还会干啪啊 这反了 所以这就是中德的一个比赛 二九千万别给咱丢脸啊 你没问题是不是 好 两分钟倒计时 比赛 开始 哎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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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个 哇塞 这有点弄不到一锅去 这个 二舅你洗手了吗 我没关系 我那个等包完了就干净了 二舅你露馅儿了 我那这 你看看 还管哪 这黄沫都出来了 我看老罗这边啊 老罗包的这是饺子还是 我知道了 他包的这个是蒸饺子 那个样子 都给大家看看 我看这些老鼠 老鼠 他包的是老鼠第一个 包的是老鼠 对 你包饺子还能包出十二生肖来 二舅二舅 他包出十二生肖来了 我还要包饺子 我那生肖不管 二舅您拿了四张皮包一个饺子呀 对了 你拿 我们包的好多都这么讲究 就是一落一落的包 知道吧 哎呀 这 这 这 您在家干活吗 我这 你看我这包饺子就知道 我这肯定是特别专业 你拿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这肯定在家老受欺负我 没劲撒气子 拿饺子撒气这个 您这馅也太小了 你怎么的 你怎么那么多事 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这饺子不就完了吗 您这瓶也太大 这是馄饨的这事 这是我包干的盆子这个 这这 哎呦 哎 老罗这怎么还有不同的样式的 包的饺子 各个省份不一样 他包的也不一样是不是 他非常包不同的样式 一只有不同的事 不同的样式 一只不同的馅不同的样 不同的馅不同的样 不同的馅不同的样 二舅人家也排排座了 而且您非常有规矩 您这个就是乱吓到 谁那规矩啊 真是 还有几几秒钟 倒数了啊 倒数了啊 哎呀漏了漏了 哎呦哎呦 哎呦全掉了舅舅 那个他这吧 哎呀 时间到行 行 时间到了 到了舅舅 你只是就 就这方这边就是一个艺术品 你就感觉哎哎 就像在欣赏艺术 这边就是惨不忍睹啊 我给大家看看啊 来来来 我来看看 你先别看你的那个 看完了之后没法吃饭了 你看看这边 怎么样 好 先给讲讲 为什么上面这排是这样的饺子 像我们这个四川啊 重庆这边蒸饺是吧 你看这个老鼠还有 看见没有了 露一肩爬 老鼠屎 哈哈哈 不是我的刚刚说的 所以这上面是老鼠脚下面这些呢 靠子样 哈哈哈哈 如果是自己活的面它的弹性更大的 你可以把它拉的更大 这个面最我刚开始包的馅太多了呢 所以放不下去放不进去 好 然后再请大家看真正的小枣 再看这边 这边没有观想性吗 馅儿都露出来了 这挺好的呢 它包的很好 你看看这都露馅儿了 发现没露在 没露在外面 行 这都是很正正的也很好 包的很正常 包的很正常 人不正常啊 这样 既然大家都觉得包的不错 那我们就数数谁包的多哈 二四六八 再加两个这数啊 八加二十个 二四六 赢这就没二 八个 所以这场比赛 你说我要八根 然后我还二是吗 对 哈哈哈哈 我们这次获胜的是 老罗 太近了 把那脸也包馅儿里边吧 你咱们的话得这么说 我这确实是八个 但我这八个都是饺子 人家 那鼠那边正经的饺子只有七个 那剩下那三是什么呀 人家是艺术艺术艺术 你知道吗 艺术您懂 他确实是包了三个老鼠 我七个饺子 七个饺子 我包了八个饺子 大家看吧 二舅不带这样的啊 记忆已经输人了 你还得强求夺礼 这不行啊 咱就让给外国朋友吧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老罗 也谢谢二佑 我鼓掌是这么高的 你就是胆面的 这只要为了擦你的 怎么擦我 那样了 确实很厉害 太厉害了 怎么了 包饺子 严格的说啊 不能算会做中国菜 因为包饺子都是 这很难 一般都是 不是说家里有一厨师是专门包饺子的 大家都参与都会包 是个中国人基本上都会包饺子 真正的中国菜你会做什么老罗 你说呢我会做什么 老罗做的糖醋排骨 真的啊 非常香 回锅肉 红烧肉 后边这两样我觉得还可以 这个糖醋排骨 据我所知啊 一般外国人都吃不过来中国这醋 你的那个糖醋排骨是用中国醋 还是用中国醋 是吗你觉得那个味道 你觉得那味道行吗 当然好 好吗 这都跟谁学的呀做菜 肯定是自己说的 不是啊 你刚才说的那些 我会做饭 我是跟老罗学的 那老罗跟谁学的呢 老罗是 对不对 还没告诉谁自己学的 哦好吧 就是一些 我的一个梦想 我小时候第一个梦想 就是我当厨师 我爸爸就是厨师 但是你想当的那个梦想的厨师 并不是做中国菜 中国菜很难呢 嗯 很不一样起码 每一个每一个事是这样 你总简单的要开始学 然后男的都会很自然来 二六 老罗他是什么都会学 什么都会 是个天才 但人也说了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天才 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 用在学习上 他就变成天才了 他咖啡也没少喝 是 他们德国人 但是有一件事他也学会了 什么事 生孩子 这事我还没证明他 他会了 可能 对呀 有一个小母会问 我没学会生孩子 我们还没生过孩子 我听说第二个孩子 就是在家生的 能给弄成弄出来的是吧 不不 我们还是经理一个专业人 经理一个专业的助产师嘛 就是专门在家里帮助生的助产师 对 这起来不是在中国是吧 对呀 在德国 而且真的是在小镇呢 小村 哎呦 然后那天就是我们已经决定 其实老大我们就想在家生的 但是呢 老大后来出来晚了 我们就去了医院 但是老二呢 我就想肯定要在家生了 是这样的 那天早上我的羊水破了 早上七点多钟 然后我们就给我们的助产师打电话 他就说起来吧 散步去 都破了还散步 对呀 我得教你点 您把羊水再散光了 对呀 他说你 孩子是从哪儿出来的 我哪儿去了 谁也是从哪儿出来的 谁也是从哪儿出来的 所以孩子的头像一个哥儿一样 所以就不出来 对 我躺着的时候他会出来 我一站起来 他就堵住那儿了吧 水就不出来了 哦是个塞子一样塞住了 对了 所以那个 然后 然后 然后如果你真的去散步 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孩子 水往下 他就越来越往下 你躺在那儿 这说得容易 多疼啊 你还散步 真的就是那一分钟 我觉得女人 女人一定要散步要动 不能躺在那儿 你说 你说你疼 你做什么 喊 但是 但是比如说你什么 你打了你自己 哎呦 啊啊啊啊 你动 为了分散你的注意力 你就 你打你的腿 在这里 你就坐在这儿 啊啊啊啊 这更疼 所以你站起来 动 动 就没那么疼 出去跑去 知道吗 对 你越来越动 你越来越不太疼 反倒会 第一是 会让孩子迅速的快点出来 减省这个时间 第二是 你没那么疼 后来我就跟我们家老大 去散步 散步回来以后 我们放着音乐 跳disco 老大跟着我一起跳 然后跳到最后 真的跳 跳到最后真的不行了 然后助产师慢慢的进来 他 我们早就助产师 他不着急 这让我就特别安心 他很温柔 然后坐在那慢慢把手套戴上 正好要看你都当成这样的 就在这儿还慢慢进来 我真的 这就是一个 就跟母鸡下鸡蛋一样啊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到时候你就知道 你要会知道 因为他的那个越来越快嘛 就是公缩越来越快 然后呢 那分钟 在最疼的时候 就是已经跳不动的时候 老罗就俯着我 我俩轻轻地跳慢三步 就马上就快了 就慢慢地跳 对马上就快了 孩子都露了头了 你还跳慢三步了 那分钟就是快到了 然后到流血了 我们才正式开始了 才正式开始 但是这个时间就特别短了 因为我已经完全开指了 然后我们家老大还在旁边呢 哎呀 然后他看见那个孩子的头 快出来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 妈妈拉爸爸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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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摸头了是吧 然后那个助产师很温柔地对我 大儿子说 不是爸爸 这是你的弟弟 你去摸摸他的头吧 我们家老大还摸了老二的头 但是到现在就是看到 只看到那么点的时候摸的 天哪 然后当孩子要出来的时候 就是助产师在那儿拉孩子的头 老罗就这样扔我的肚子 你想一个在底下拉 一个一扔 哇就出来了 特别快 这样我的疼痛 马上就减少 就不会破裂 那你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 相信他呢 万一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 人去医院的机会都 助产师也在嘛 然后我觉得肯定能行的 没有问题 我觉得女人生孩子 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 那一分钟你会感觉到 痛病快乐着 让我对生孩子有了新的一个了解 回去我打算 那个让我老公也看一看 学一学 感觉我也在家省还省钱 是不是 去医院现在挺贵的 你不怕 你老公看完以后就再也 暈过去了 没有我觉得 我老公 包括我身边很多老公陪产的 他们都说看完爱人生孩子以后 他们更疼老婆了 他们更知道女人不容易 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一生完孩子 老罗马上就给我炖猪蹄汤啊 马上就各种汤就来了 而且老罗还真的对我说说 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老婆 谢谢你给我带来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 你说得非常好 你说得非常好 那么现在是两孩子是吧 你们现在事业就这么紧张 然后他出去上演啊什么的 那你们这个孩子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带吗 孩子从小到五岁都是我们自己带 然后我们回到现在当然 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俩一起要出去 所以我们家里还是 怎么到五岁就在那 你们前一段时间那些 就是都是在五岁之前 五岁之后做出来的吗 做音乐我们一直都做的 我们过去一边带孩子 一边演出 那怎么可能呢 可以啊 我们在德国的时候 对啊 对啊 就是低到后台 刚开始初是这样 对我记得 而且我在喂奶的时候 我还喂 我还一直必须孩子在身边 比如说那时候我们都是演专场 然后上半场的时候 就是我在演出之前 先把孩子喂饱了 然后把他关在黑乎乎的这个后台啊 把灯都关好让他睡着 然后我就继续上台 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又下来继续再喂 喂十五分钟以后 再把他关上再上台 有一次演出我下台的时候 他已经哭了 孩子在后台哭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美好的经历 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耽误 那么现在呢 因为那个时候 说白了带一个孩子 也就是满足他生理上的需要 但是后来开始了教育问题 那这个时候你们俩 就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嗯 老罗 就是前两天啊 就是 我早上一起来看见 三个男人 光着膀子 拿着老罗买的那个 键盘的那个空盒子 就装键盘的那个 大的盒子 纸盒子 他们仨在那儿画木乃衣呢 整个一纸盒子上面 就是一木乃衣 他们画好了形状 每个人在分别涂颜色 这个孩子涂角 爸爸在那儿涂头的颜色 另外一个孩子在那儿调色 三个男人 会玩啊 嗯 一直画完 你还会画画 这么说 对 就是这样玩呢 跟孩子们一起玩 修东西吧 就是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你们现在这种 跟孩子在一块玩的时间 并不是很多吧 挺多的 但是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我肯定会跟他们 待的时间很多 如果我在家里 晚上我会给他们 念故事 讲故事 讲故事 对 你觉得像这种 但是晚上我不能给他们唱歌 哈哈 唱精神 我晚上带孩子睡觉 我要给他们唱歌 他们就会兴奋 然后他们就不是 每一次 每一次 还要 每次不是 他就是唱故事 我就是讲故事 如果 如果他带孩子们晚上 孩子们要睡觉 就是 基本上八点 我跟他去孩子们那里 究竟我还能听到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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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一次我要过去说 林娜 过了现在 然后我让他走 然后我跟孩子们待五分钟 他们就 好 睡觉 我觉得他们一家好幸福而救 你不觉得吗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 别人称他们为神仙眷侣 不仅在生活上 音乐上 孩子上 创作上 都非常的切合 他简直真的就是天生一对 你现在怎么看 一般人知道他们的 还是因为他们的音乐创作 对 他们的神情 各位中国新艺术音乐的创始者和天机人 龚琳娜和老罗的音乐 总是被冠以神曲之名 来今天的节目现场 龚琳娜和老罗将在现场 即兴教大家一首神曲 靖夜思 那么他们的教学成果如何 现场观众能否学会这首歌呢 不要走开 精彩马上继续 你们这神曲 现在都这么叫啊 叫神曲 嗯 是从忐忑开始 我想观众是这样称呼的 是吧 忐忑是一个神曲 忐忑之后还有什么 嗯 刚刚我说的那个 丢丢同 嗯 我都听不过 是吧 金箍勒棒 还有什么 还有去年演的法海 法海 你不懂爱 会唱吗 让观众知道 肯定知道 这个 大笨蛋 大笨蛋 神曲要出来吗 又有了 马上七月份 我会跟上海民族乐团合作一个作品 是李清照的词 哦 叫爱之歌 分成春夏秋冬 这是李清照 已经现成的作品 你们重新给他谱的曲 对 老罗普的曲 然后其中有一首那个 《如梦令》 就是大家在那个《爱唱大笨蛋》里面 《如梦令》吗 李清照 《如梦令》谁不知道啊 没有 天零零地零零 不是这个吗 你们 你们那个医院里边 病房里也有一个叫李清照 是吧 他好这么变来的 快坐下来你 过了啊 《如梦令》不是这个呀 在外国面前丢人 对不起 对不起丢脸了 变 《如梦令》是什么 有一句很有名 争渡争渡 惊奇一滩欧鹿 知道吗 也没听到过 那个 你们准备把这个 就已经谱好了是吧 这个写好了 写好了 我们马上再会演你一次吧 对 马上再会演 就是演一个完整的 20分钟的声乐套戏 然后我们 当然我们看一看 那有没有可能 再像这样的年轻人当中流行开来 要不 这真太难了 你要换一静燕丝 呃呃我就会了 哎 静燕丝我们还真有一曲 静燕丝有 对 因为 老罗开始 就是从静燕丝 开始为 中国的古诗词创作歌曲的 静燕丝是他创作的第一曲 是吗 这样咱学学 我看看像我这么笨的人 能不能学会 现场观众有没有想学的 好 好 二就你挑两个上吧 好我挑两个 挑两个 那个有自己报名的没有 就一起吧 一起吧 我们先一起迎送一下 床前明月光 就是朗诵 轻轻的朗诵 好吗 好一起 那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好 最后一句可不是郭德纲啊 来 好 走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好 我们在这个迎送的基础上 如果会 床前明月光 看见光的感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在这个地方呼吸一下 低头思故乡 这个 这个 因为是举头望明月 你要叹气 低头思故乡 在这个基础上 有一种淡淡的哀愁 对 淡淡的哀愁 她故乡就在这儿 对我就是 就天真气得着了 实际上 就是诗里什么都有了 嗯 我们在诗里会感受到这种思念 不见得必须自己要真有这个 我们再迎一遍到刚才的感觉 好 走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不用害得那么厉害 老师说要进去 然后我跟老罗 老罗用他的琴弹 然后我唱这一段 你们可以轻轻地跟着 跟刚才的情绪是一样的 但是我现在用旋律把它唱出来 好 我们就在二位的音乐 在龚琳娜的歌声当中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感谢二位 谢谢 感谢 同时呢 我们要再次感谢三月视频 对于本栏目的冠名支持 同时也希望大家登陆我们的 首席视频合作伙伴乐视网 来观赏我们的精彩内容 天津卫视 传递生活正能量